第四十四集 嬴政道 你要谈的是什么呀 毛娇说 陛下有狂妄被理的行为 难道自己没有意识到吗 车裂贾富 把两个弟弟装进囊带中 用刑具拷打至死 将母亲迁移到雍公囚禁起来 并残杀敢于进行规劝的臣子 即使是下劫商周王的行为 也不至于暴虐到这个地步 如今只要天下的人听说了这些暴行 人心便都全部涣散麻结 再也没有人向往秦国了 我为此私下里替陛下担忧 我的话都说完了 于是便解开衣服 扶身在刑具上等待受刑 嬴政闻言顿悟匆忙下殿 亲自用手搀扶他说 您请起身穿好衣服 我现在愿意接受您的劝告 随即受给他上清的爵位 嬴政还亲自驾车 控出左边的尊位 往英城迎接太后返回都城咸阳 母子关系和好如初 楚国楚考列王没有儿子 春申君为此非常忧虑 便寻许多能生育的妇女 进献给楚王 但是他们最终仍没有为楚王 生下儿子 赵国人李源带着他的妹妹 想要献给楚王 可听说楚王不能养儿子 便担心时间久了 自己的妹妹会失去楚王的宠幸 于是他请求服侍春申君 做春申君的舍任 不久李源告嫁回赵国探亲 故意超过期限才返还春申君处 春申君问他抄嫁的原因 他说 齐国国君派人求娶我的妹妹 我陪那位使者饮酒 所以耽误了归期 春申君说 已经下聘礼订婚了吗 李源答道 还没有 于是春申君便将李源的妹妹纳为妾 没过多久 李源的妹妹怀了身孕 李源急让他去劝说春申君道 楚王非常宠信你 即使他的亲兄弟也比不上 如今您任楚国的相瓜二十多年了 可楚王依旧没有得到儿子 如今 待他去世后将改立他的兄弟为国君 而新国君也必定要使他的旧亲信分别得到显贵 这样的话 您又如何能永久地保持住您的荣宠地位呀 非但如此 而且由于您受楚王宠幸长期执掌国事 肯定对楚王的兄弟有过许多失利的地方 一旦他们登上王位 您就要大祸临头了 现在我身怀有孕 可还无人知晓 何况我获您宠爱时间不长 倘若果真以您的尊贵身份将我尽献给楚王 一定会得到他的宠幸 如果我依赖上天的恩赐生下一个男孩 那么就是您的儿子要继位为王了 这样一来 楚国便全都是您的了 这与在新君主统治下 身临难以预料的灾祸相比 哪一个结果更好呢 春深君大为赞同 便将李源的妹妹送出府 安置在管设中居中 派人谨慎地守护 然后向楚王推荐他 楚王即把他召纳入宫中 并且很宠爱他 不久 李源的妹妹果然生了个儿子 被立为太子 李源的妹妹成为王后后 李源也随着地位显赫 当权主室 但是他又深恐春深君将他曾指使妹妹说过的话泄露出去 便暗中收养赶死的武士 准备让他们去杀春深君以灭口 居住在楚国多城中的人 有不少知道这件事情的 不久 楚王卧病不起 朱英对春深君说 世上有未预料而来的洪福 也有未预料到而来的灾祸 现在您处于生死变化不定的社会之中 为喜怒无常的君主效力 身边怎么能没有您尚未预料却忽然到来的助手呢 春深君说 什么叫做未预料而到来的洪福呢 朱英答道 您担任楚国的相国二十多年了 虽然名义上是相国 实际上却已相当于国君 如今楚王病重 随时都会死去 一旦病毙 您即可辅助右主 从而掌握国家大权 待右主成延后再还证给他 或者干脆就面囊而坐 自称为王 这便是所谓的 未预料到而来的洪福了 春深君又问 那么什么是未预料到而来的灾祸呢 朱英说 李源不治理国事 却是您的仇敌 不管理军务统帅军队 却长期以来豢养一些勇士 如此 楚王一去世 李源必定抢先入宫廷夺权 杀您灭口 这即是所谓的未预料而到来的灾祸 春深君再问道 这样说来 尚未预料却忽然来到的帮手 又是怎么回事呢 朱英回答 您将我安置在郎中的职位上 待楚王去世 李源抢先入宫时 我替您杀了他 除掉后患 这就是所谓的尚未预料 却忽然来到的帮手 春深君说 您就不必过问这些事了 李源是个软弱无能的人 况且我又对他很好 哪至于发展到这个地步呀 朱英明白 自己的建议不会被春深君采纳 便因担心发生变故累积自己 而逃亡他乡 十七天后 楚王去世 李源果然抢先进宫 把他豢养的勇士 埋伏在几门里面 春深君一进来 勇士们及两面夹击将他刺杀 并砍下他的头颅 扔在宫门外面 接着 李源又派出官吏 把春深君的家人全部捕获杀了 随后 太子敏汉几位 视为幽王 热水 音乐 音乐 音乐